在电影圈里面,最近几年,有不少优秀的演员尝试跳出自己的舒适曲,选择拍电影,区别于以前专门拍电影的张艺某、冯小刚、徐克等大导演之外,这些演而有得导的导演会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电影? 黄博是一个超级演员,就算办到进入演艺圈,颜值也不高,毫无影响他的演艺事业蓬勃发展,他的电影《疯狂的石头》、《斗牛》等更是获得46届金马奖最佳男演员奖,黄博参演的电影,校房都不会差,连女神林志玲都夸赞黄博不但情商高,而且很有才,黄博这一部自导自演,给一部好戏,说的是什么呢?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的脉络,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个欠下债务以买彩票为乐的人,马静在公司参加团建的时候,他意外收到6000万彩票的中奖信息,却遭遇一场特大风浪,醒来之后,所有人都在一个孤岛上重演孤岛逃生的惊险奇遇。 以书奇、王宝强、张艺兴、王迅腾演员阵容来看,这个片子确实蛮有看透的,在电影圈里面,由演员转型为导演的不在少数,周星驰就是其中一个例子,大家基本上都是看周星驰的喜剧电影长大的,喜剧之王就是周星驰自导自演的第一部作品,获得当年的票房冠军,描述一个小人物的明星梦。 多年以后的《现在重温》这部电影依然为止感动,此后周星驰的电影《长江七号》、《西游祥摩篇》、《美人鱼》等都获得不错的票房口碑,导演徐征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演员,他从春光灿烂猪八戒到导演人在窘出之太迅,这部清喜剧电影以轻松幽默,切合实际生活的效果感动了不少人,也让徐征成功转型。 而今年夏天徐征的《我不是要神》更是口碑热烈,成为今年暑期档电影最大的赢家,但是也有的演员转型并不理想,例如王宝强自导自演的《大闹天主》,很多人都是奔着王宝强这个喜好看的电影,但是评分超级低,豆瓣评分才3.7分, 所以,不是每一个演员就能转型随随便便拍电影,就能获得好口碑的,演员本身除了精湛的演技之外,对于电影有自己独特的理解,用独特的视角,揭开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故事。 演员转型为导演确实给中国电影市场,注入一记新鲜的血液,电影市场也由张一谋冯小刚等著名导演的电影《声色难懂》,千篇一律的大片,分化成各种类型的电影公观众们选择,越来越多人选择由小而大,轻松幽默的电影, 而这种由小而大,轻松幽默的电影一般,都是超级演员转型导演给大家带来的作品。 那么,这一次,黄博带着自导自演的一部好戏,是否能成功由超级演员转型为导演呢?是否能成为演员优则导的神话呢? 从黄博过往的经历来讲,是很有可能转型成功的,他本身就是多才多艺的天才,能唱歌作曲,能跳舞演戏,样样顺手拈来, 而且他之前就携手KFC拍摄励志威电影《疯狂的兄弟》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看一下,单凭这两点就不难看出,用黄博的视角去拍摄电影。